第1579集,你能干,我信你。 和你合作? 莫小于问他。 没错呀,价格你可以要得高一点,那这样就可以把米先生的那一份也算在你的身上。 我知道,今天穆正吉变成这样,他已经不是谈判的对象了。 下一步谈判的对象肯定是陈南路。 而陈南路只听你的,没错吧? 令狐蓝星问道。 哈哈,你错了,我既然和米先生达成了协议,我就不会两面三刀。 除了米先生,我谁也不合作。 莫小于虽然现在不敢确认令狐蓝星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在炸自己, 但是自己目前来说也没有时间进入到他意识里来探寻这些事,因为没什么意义。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讲信仪的人。 好吧,那我就再等一等,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合作要求的。 令狐蓝星说的。 什么意思啊? 没什么意思,到时你会发现还是直接和我合作得到的利益更大一些。 莫小于警惕地看了他一眼,的确,英泽集团的股价还在不断地封在跌停板, 因为涉及到国家战略的报道,对于一个企业的杀伤力是巨大的, 更让投资者惊恐的是,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政府机构出来辟谣这件事。 那这事儿,八成就是真的了。 莫小于起身要走,令狐蓝星拉了他一把,没拉住。 莫小于到了门口,开门对守在门外的顾依依耳语了几句,顾依依会议地离开了。 怎么,你还有事儿啊? 没事儿,你就不能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啊。 我有个朋友过来了,还是你的老相识,你不想见见他吗? 令狐蓝星问道,他知道莫小于和羽田爱的关系, 见自己的魅力难以让莫小于动心,又拉出羽田爱来。 但他不知道的是,莫小于的关于这次矿山收购的消息都是来自羽田爱的, 而且羽田爱在莫小于心里的位置比他强了不知多少倍。 哼,这是你找上门来的,不让你知道点厉害,怎么可能让你离开。 莫小于不动声色地走向令狐蓝星,刚刚上手,梅花三弄的威力就被调动了起来, 刚刚还是个温婉动人的高级白领,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。 此时,门口传来敲门声,莫小于一边应付着令狐蓝星的纠缠, 一边把门打开了一道缝隙,门口站着的是一个男服务员, 看到开了一道缝的莫小于问道, 先生,这位美女说你需要帮助,你看我能做什么呢? 莫小于一时眼色,故意掏出了三张百元大钞,塞到了男服务员的手里。 莫小于说道,啊,的确是需要你帮忙,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吃了一些药,需要人帮助, 但是呢,我得赶飞机,所以就麻烦你进来照顾一下了。 说完,莫小于掐住了令狐蓝星的脖子,将其固定在了门后墙壁上, 一把把男服务员拉了进来。 哦,先生,这位女士…… 小子,什么都别说,她想干什么,你就陪着她,你要是现在反悔出去, 我就说你非礼我朋友,让你立马丢了饭碗,你选哪一个? 先生,这…… 去,扶她进去,好好地享受,功夫不错的。 莫小于说完,把令狐蓝星推到了男服务员的怀里,然后拉开门,出去了。 嘿嘿,阿哥,你说她会感谢你吗? 顾依依笑嘻嘻地问道,谁啊? 那个服务员啊? 顾依依呵呵地笑了起来。 莫小于去了医院看望陈南路,此刻她已经醒了过来,房间里没人。 莫小于走进去的时候,看到她两眼空洞,看着天花板,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顾依依依依旧是守在门口,和被赶去魏灵寨之前,她的确是长大了很多。 这让莫小于更加喜欢她了,去哪儿都想带着她,因为她现在至少能成事,不再坏事了。 南路,感觉怎么样啊? 看到莫小于进来,陈南路挣扎着想要坐起来,但是被莫小于按住了。 谢谢。 谢我做什么? 咱们俩之间还用谈谢吗? 莫小于坐在她的床头,伸手握住她的手,说道。 这次,也是你做的吗? 她会怎么样啊? 如果不出意外,她会一直待在精神病院里,不知道会不会被医好。 但是即便会被医好,到那个时候,英泽集团还不是牢牢地控制在你手里吗? 我答应你的事,正一件件地落实。 你答应我的事呢? 啊? 什么? 陈南路已经不记得自己答应过莫小于什么事了,还是答应的太多,已经不记得是哪一件了。 半个小时之后,莫小于出了病房,静直和顾依依一起回了酒店。 拓拔千碗已经收拾好了所有的东西,小飞花先一步回来了。 哎,你来,我跟你说点事。 莫小于对小飞花说道。 小飞花知道,自己保护陈南路不利,莫小于肯定是要发火的。 但是没有当着拓拔千碗和顾依依的面儿嚷自己,已经让她倍感欣慰了。 来,把门关上。 我包里有一张卡,里面呢,有一百万,你先拿着花,不够,再喝我要。 我知道你不是爱花钱的女孩子,但是该给的,我还是要给,这是你应得的。 啊? 你什么意思啊? 那,我呢,和他们俩先走。 北京还有个日本鬼子,在等着处理。 你呢,帮我在上海,再照顾几天陈南路。 那这次来上海呢,都是因为那座矿山的原因,所以不排除会有人和她接触。 你保护她的同时,也是在监视她。 我只能选择既有能力,又对我忠心的你了。 孤一呢,不会功夫,自身难保,所以你以后呢,也多教教她,省得老麻烦你。 拖拔千丸,手无腹肌之力,那我不靠你,靠谁啊? 莫小鱼说了这么一大堆,忠心一死,就一个。 你能干,我信你。